嘿哈囉 各位瘋狗兵大家好 我是帥狗怨恥力 雲影頭在 現在呢 帥狗要去破費 各位玩遊戲王這麼多年 看動畫這麼久一定都知道 三隻青眼白龍合體會變成青眼救濟龍 那黑木島女孩跟帥狗合體會出現帥狗二世 那麼你們有想過 魔法卡跟魔法卡之間可以合體嗎 這次我們要介紹的卡片呢 就是兩張魔法卡效果融合誕生的卡片 它就是閃電風暴 這張魔法卡的爹娘就是 羽毛嫂跟洛蕾 哇 超級儲的 大家都知道比賽要到了 所以帥狗最近也花了不少錢 收了一些儲卡 準備比賽來用 但是不見得用得上 總而言之先買放到背面面才是比較安心 最近有人在搬家 所以我們的電梯現在就包起來了 保護我們的電梯不會讓他受傷 那有關閃電風暴這張卡 我覺得應該會有人好奇 哇 同時有羽毛嫂跟洛蕾 這麼強的效果卡片會誕生 其實我覺得這真的是證明了 遊戲王的環境變 整個跟以前不一樣 因為現在破壞後台的 或破壞怪獸魔法陷阱的效果 對現在的卡片來說殺傷力比較沒那麼大 而且你看現在怪獸的抗性 一個比一個強 那黑洞或洛蕾解了一波 我下回合把它演好演滿 馬上又堆起來了 所以說這種效果卡片 現在變多是可以理解的 不管怎樣我先去拿卡片啦 我拿到我的卡片 我的閃電風暴在裡面 然後我剛去Seven的時候 就手劍買了兩包寶可夢 啊我身邊有個朋友說要幫我抽啊 那等一下這支影片呢 除了介紹卡片之外 我們也就看一下這兩包 到底買到什麼鬼 好 先回家 我們現在呢有最漂亮的自然光 就是太陽正中午 我們這個房子有點西塞 不過就不能阻止我開卡包的熱情 來我們來看這張除卡 其實一直在玩遊戲網的應該 都對這張卡不陌生啦 畢竟他真的是 有跨時代意義的卡片 那如果是沒有在玩遊戲網 死卡 或是玩DL或是開玩帥狗廢片的朋友 那可能就 那可能就跟他沒那麼熟 來閃電風暴 帥狗買的是亮面卡 因為半賺的實在是太貴了 我收不起 那我把閃電風暴拿出來了 這個黏的真是夠多耶 這兩張卡是我另外買的 不重要因為斬機可以做 不重要 來我們來看 帥狗只收了兩張閃電風暴 那我們來看他的效果 閃電風暴 這張卡一回合只能發動一張 然後自己場上沒有表測表示存在的卡 存在時才能發動 可以選擇以下兩個效果的其中一個使用 第一個選擇 對手場上的攻擊表示怪獸全部破壞 第二個選擇 對手的魔法陷阱卡全部破壞 就很經典 表雷加羽毛掃 只是多了使用限制 不能讓你想開就開 一回合只能發動一張 而且你場上不能有發動中的卡片 就是 只要是正面朝上的 都不行用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可以很開心的把對方清掉 基本上就是做招前的第一步 好這就是閃電風暴 那麼要準備來比賽啦 欸對了 剛剛 我買的寶可夢的卡包 呃 手劍 那坤甫你想要看哪有 你想要看哪有 想開皮卡丘 好我讓我朋友幫我開皮卡丘 那我自己想開插制服 我用的卡 看一下這個驗血結果如何 手劍啊 手劍啊 真的是手劍 我先來啊 來咪咪 哦 哦 不 沒有 沒抽到啊 有抽到亮面卡啦 不過這張好像就還好了 你那邊的爆啊 來看皮卡丘這邊 欸我好歹有抽一個亮面卡出來 你什麼都沒有 好各位那這次的影片就拍到這邊了 那以介紹卡片來說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這次的拍攝風格太過突兀 因為 這個他可以聊的東西其實也比較有限 我想用不一樣的方式跟大家聊聊遊戲卡 那當然也想聽各位的意見啦 你們覺得這種方式 喜不喜歡 都可以在留言區跟彈幕跟我說 那麼這支影片要到這邊啦 掰掰